接下來就是頒獎了 我們這學期就快要過了 有沒有覺得得著了些什麼呢 有沒有覺得我們的生命又掌盡了呢 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成全聚會裡面 我們眾人是不是都被成全了呢 雖然我們讀的聖經啊 我們這些讀的生命課程 我們可能都記不起來太多 但是啊 藉著我們一次又一次的享受 藉著聖經就要更多的 在我們裡面加證 沒有他以前有說過一個比喻 說這個我們如今啊 就像是一個人拿著竹籃子裡面裝著米 然後要去河邊洗 那這個竹籃子每次洗拿起來 每次洗拿起來都沒有辦法把水裝上來 但是見證一次又一次的洗呢 這個竹籃子跟這個米都乾淨了 就像我們每次讀經一樣 我們每次的讀經 雖然好像我們腦袋都裝不下什麼經結聖經的話 也都記不太起來 但是藉著一次又一次的讀經 一次又一次的享受主的話 就捷徑我們這個人可以更多的享受他 慢慢的被主的話一點一點的構成 謝謝主 我們今天要來把這個啟示錄做一個總結 我們的啟示錄它也是聖經的最後一卷書 我們從聖經的一開始創世紀 我們就可以看到在那裡主有一個心意 主的心意是要做什麼呢 主乃是他創造人 就是要使人能夠彰顯他 主要使人能夠代表他 主要使人能夠代表他 主要是因著撒旦的掉落 也因著人的墮落 這個神的心意看起來好像就沒有辦法完成了 是這樣子嗎 等到我們讀到了啟示錄 我們向主要補什麼呢 補新耶路撒冷 主的心意是要完成的 我們在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主的心意能夠完成呢 可見在那裡有一個過程 在新耶路撒冷裡面我們看到了什麼呢 看到了生命樹 看到了寶座 看到了生命水的河 你們看到了光 在那個神與人中心的調和裡面 你們對神有最完滿的享受 但是要到達這個地步啊 我們電動姊妹就需要注意 我們需要這個是一個看見主回來的人 在那裡醒醒的預備 然後把主帶回來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 比如說這裡好像最近要蓋一棟樓對不對 那要蓋這一棟大樓的時候 是要怎麼蓋呢 總是要有人在那裡花時間 在那裡花力氣去建造 同樣是耶路撒冷 我們在這裡也是需要有一班的人 花我們的時間 花我們的力氣 在這裡竭力追求屬靈的事物 那個神與人的終極的調和 這個終極的建築 才能夠被建造起來 透光剪掉是 幹不出什麼呢 不能夠放鬆 在這裡都需要竭力的追求 我們今天 我的部分是 二十二章十二節到十四節 我們一同來讀二十二章十二節 看那我必快來 想發載我 不要照個人說新的報應他 再讀一次 看那我必快來 想發載我 不要照個人說新的報應他 弟兄姊妹,主要回來耶,你們知道嗎?主要回來! 你們如何相信主的第一次回來,我們也要相信祂,還要再來 弟兄姊妹,我們相信主曾經來過嗎? 祂成為肉體,祂為人生活,因此復活,成為四生命的靈 這些我們都相信,那我們也要照樣相信祂第二次還要再回來 如何藉著祂第一次回來,我們享受祂 照樣我們也要為著祂,相信祂第二次回來,在這裡警醒的裝備自己 在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裡講到了兩個比喻 第一個是童女的比喻,那裡有五個精明的,有五個余濁的 那精明呢,他們就是非常的精明,早就要預備好油 在祂的燈裡面,也在祂的慶林裡面 但是那些余濁的童女呢,他們都沒有預備油 在他們的燈裡,也沒有預備油在他們的林裡 在等到新郎回來的時候,他看到這些,他回來的時候 那些精明的童女,就非常的高興啊,哇,新郎來了 我們就拿著他們的燈去迎接新郎 但是那余濁的呢,姚姊妹我們要做精明的還是余濁的呢 都需要把這個油預備好,這個油是什麼呢 油就是那靈,需要被整個靈來充滿 充滿在我們的靈裡,需要充滿,讓它更多擴展到我們的魂裡面 我們全人被那靈充滿,到此回來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在這個 就能夠不至於羞愧 那第二個比喻是什麼呢? 第二個比喻是這個夫人的比喻 在那裡講到了,有一個主人 他招了他的三個夫人來 然後一個給他,一他連得 一個給他,二他連得 另外一個給他,二他連得 然後他們就有的隨即拿去做買賣 那有一個呢,那裡一他連得的 怎麼辦? 他把他的那個,他連得 埋在地裡藏了起來 然後呢,有一天主人突然回來了 那有去做買賣的這兩個仆人呢 當然就有好交代的 他們有另外賺了兩他連得 有另外賺了五他連得 然後這個主人就說 好,良善用忠心的奴福 看到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但是那裡一他連得的 他竟然把這個他連得藏在地裡面 這說出什麼呢? 就是把我們所得到的恩賜 埋沒了起來 友姊妹我們,不管我們的感覺如何 我們都需要認識 我們至少都擁有一他連得 我們每個人都是有恩賜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可以盡的一份功用 所以友姊妹我們都可以小看我們自己 我們需要忠性的 忠性的 我們需要忠性的 把我們的恩賜 能夠在這裡用 在這裡盡我們該盡的功用 可以 能夠建造基督的身體 所以友姊妹這裡就講到了兩件事 這兩個比喻 一個是講我們在生命上 我們需要被這個聖靈充滿 對 所以我們能夠 呃 靈禮 魂禮 都滿了靈 對 第二個 我們在侍奉上 我們需要是一個忠性的人 對 因為主哪一天回來我們並不知道 對 我們不能夠說 我們到快要 主快要回來的那個時候 我們再預備就好 但其實我們 其實現在都是 已經離主的回來很接近了 我們現在開始就要 好好地預備我們自己 記得我昨天起中考 然後我 我 我 預計說 我 早上四點要起床看書 然後 沒想到我睡到了六點 然後就少了兩個小時看書 所以 友姊妹啊 我們 有時候說我們 可能下禮拜我們在愛主 有時候說下個月我們在愛主 但我們 沉睡我們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醒我們都不知道 友姊妹要把握現在 現在就積極操練我們的靈 現在就 活潤的愛主 活潤的愛主 那時候主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 不至於羞愧 那我們講到現在 友姊妹會怕主的回來嗎 好像主的回來要 愛個人所行的 報應個人 好像在那裡 審判我們這些 這些 這些人 但是 我們看保羅怎麼說 保羅在 這個提摩太后書 四章七到八節 那裡說 那 美好的仗 我已經打過了 當好的賽神 我已經跑進了 當守的信仰 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 有公義的冠冕 為我存留 舊世俗 那公義的審判者 在那日要賞賜我的 不但賞賜我 也賞賜他 愛他顯現的人 雖然主的審判在那裡 好像很可怕 雖然我們也必須恐懼戰盡 精心的預備自己 精心也忠心 但是呢 我們還是 在這裡 愛主 在這裡是一個 愛主顯現的人 美好的 這個懼怕 雖然會有 但是這個愛的感覺 需要超過這懼怕的感覺 美好的 那我們 我們來一起說好不好 我們說 主耶穌我愛你 我們來講兩次 主耶穌我愛你 主耶穌我愛你 主主連名我們 都是一個 愛他顯現的人 可是我們看見他要回來 的生活就會有一個翻轉 我們不會浪費我們的時間 在這裡 真是積極的參與 照會生活 在這裡 以及你的追求主 等候主的再來 愛目主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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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晚上的信息真是 能夠做到我們的裡面 對 就成為一個愛主的人 愛目主顯現的人 我們在今生做一個 等候他來的人 如果弟兄姊妹們 還有剛才弟兄的交通 都告訴我們 主要回來了 我們可能對這個詞是 非常的熟悉 很多人都跟我們講過 主要回來了 甚至之前的 奇出特會有告訴我們 我們這一代 最有可能把主引接回來 希望今天晚上的信息 這個主要回來了 這個詞 實在 主在這裡像我們 新鮮的說話 主在成為我們老舊的觀念 這樣主要回來的意象 實在要來定住我們裡面的方向 既然主要來了 今天我在這裡實在有兩個負擔 第一個因著主要回來 我們的生活就必須過一個 得勝者的生活 在我們裡面都有這個 得勝的生命 靠這個得勝的生命 我們需要過一個 得勝的生活 過一個等候警醒的生活 把主迎接回來 得勝的生命 如何成為一個得勝者呢 實在需要我們裡面有一個 生命的成熟 需要有一個生命的長大 需要我們平時的來 吃煮喝煮享受煮 就像我們剛才所唱的詩歌 需要天天來喝這個生命水的 天天需要吃 享受煮做生命術的共益 所以我們每一天早晨 誠心生活實在是非常的重要 這學期的誠心生活 我們是不是過一個得勝的生活呢 常常啊 這個我們都是學期中 誠心的時間都比較早 然後到了寫期末就慢慢的越來越晚了 但是呢這樣的誠心生活實在 求主要來得著我們 每一個早晨 我們就要被他來得著 不只我們的誠心 甚至在我們一天的生活中 在我們的學校生活中 在我們的弟兄姊妹之家 我們有沒有過一個神人的生活呢 之前以過的整節評比已經結束了 弟兄姊姊姊姊姊姊姊是否又恢復原狀呢 這實在需要我們在生活中 常常的來經歷足 甚至呢 在我們要來的 期末的時間 在我們要來的暑假時間 這更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求主得主我們 這兩段的時間 實在需要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這個 弟兄姊姊姊來讀一下 啟示錄22章的16節 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 為重造被 將這些事 向你們做見證 我是道位的坑 又是他的後裔 我是明亮的神行 在這一節中 主就像這個 重造被啟示 他乃是明亮的神行 這個明亮的神行 是出現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出現在 黎明前的 最黑暗的時候 就是 在我們這個世界中 我們覺不覺得 這個世界是黑暗的呢 可能在這個 最黑暗的時間 報道上都是 一堆的問題 一堆的問題 那這個最黑暗的時間 可能 這個誠心 就要出現 那我們如何來得作 這個誠心的出現呢 就是我們需要做一班 得勝者 需要做一班 等候 等候 警醒等候主來的 對 再來接著 我們獨時清潔 大靈和親父說 來 聽見的人也該說 來 多可的人也幫來 願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剛才我第一個負擔已經結束了 為著 主的回來 我們第一 實在需要過一個得勝的生活 這一節 就幫助我們 我們也需要過一個 傳福音的生活 在這裡 首先說到 那靈和親父說來 這個來 就是指主耶穌的再來 我們都需要成為一個 傳福音的人 在我們的同學中間 在我們的朋友中間 我們都該說 來 音的對付 這個 再來的一個可慕 我們 就會激起我們 對 罪人得救的一種可慕 在十七節的 祝賀和祝三 告訴我們這件事 也就是 當這個大靈和親父說 來的時候 聽見的人也該說來 甚至呢 我們巴望這個 口渴的人也當來 在我們的同學中間 在我們的朋友中間 這群口渴的人 都需要來 我們接受這位救主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第二個負擔 我們需要過一個 傳福音的生活 傳福音對我們好像 有時常常都只是工作而已 而是福音節期到到了 我們就好好聽得到兩週三週 但是呢 這裡實在要提醒我們 傳福音該是我們的生活 最近就很寶貝 在傳福音的世上 有一天我在上課的時候 就從書包 要拿出我的筆記來 沒想到一張紙就掉出來了 那個就是我們 學校社課的單章 上面寫著 基督徒奇特的生命 然後剛好就被我同學看到 他說 喔 基督徒奇特的生命 我覺得基督徒很特別 然後就藉著這樣的單章 掉下去被他撿到 我覺得太指向他傳福音 所以這個傳福音實在 不是福音節期 我們整裝整裝 然後這個福音單上 我們出去才來傳福音 在我們的生活上 我們也可以傳福音 昨天陪一個弟兄 我們去看望小羊 在他的宿舍裡 只有他跟他另外一個同學 那我們就把握這樣的機會 一面向這個小羊牧羊 另一面就向那個同學傳福音 所以這次在 再給我們看見 傳福音應該是我們的生活 再幾個例子 剛才還有一位弟兄說 他來成全聚會的時候 六點多的時候 他看到一位非常敞開的人 就把握這個十五分鐘的時間 來向他傳福音 所以這裡再次加強我們 這個傳福音 實在不是我們的工作 傳福音應該成為我們的生活 所以今天對於主的再來 我們需要有怎樣的態度呢 實在在我們要來期末的時間 要來暑假的時間 我們需要過一個得聖者的生活 過一個傳福音的生活 那最後我總結在 我們今天澄清聖言所導入的經節 啟示錄二十二章二節 在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 生產十二樣果子 每月都結出果子 這就是我們得聖人的生活 就是需要天天來享受福 喝這個生命水的河 吃這個生命樹的果子 那我們自然而然就有一種的生活 就是每月都能結出果子 求主加強我們 在暑假期間 都過一個得聖的生活 都過一個傳福音結果子的生活 阿們 阿們 謝謝主 這個 來地雍告訴我們 主快回來了 我們可不可目主的回來呢 我們在這一個聖經裡面 弟兄告訴我們 有一個指示 但是呢 這邊呢有三位使徒 他們是重疊一起 單覆這樣的指示 剛開始有這位彼得 他做的就是打魚的指示 然後後來有保羅 他所進的是完成的指示 那末寮呢 有約翰 他在這裡進行的就是修補的指示 這跟我們學期初是不是一樣呢 學期初的時候 我們一起傳福音 有這個打魚捕魚的指示 我們在這邊得著更多的人來 那學期中的時候 我們就成為一個一個的保羅 在這邊牧養 顧習人 把基督供應給人 做這位恩典的好管家 將基督供應給人 可是到了末了 我們看見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 就是 約翰修補的指示 那現在已經來到了學期末 弟兄姊妹我們可以問問看我們自己 我們在後半的這個生活 有沒有更完全 約翰修補的指示就是要幫助我們 更完全 所以來到這個學期末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更完全 約翰修補的指示呢 幫助他有一個看見 所以在啟示錄裡面 他多次講到 在靈靈我聽見 在靈靈我看見 他看見了這個新耶路沙勒 從天而駕 好像媳婦預備好 有沒有 丈夫 有沒有 並且呢 在這個啟示錄二十一章 他就說 我在靈靈 天使帶我到座高大的山 在那由神那裡 從天而駕的聖城新耶路沙勒 指給我看 有沒有 所以約翰他就是一個在靈靈的人 有沒有 甚至到了末了 他一定有跟我們講到 這裡末了呢 約翰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禱告 他說到 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各位姊妹裡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可牧呢 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然後 這個可牧主的再來 就是 我想這個 何壽恩教師 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在1925年的最後一天 有一天 尼拓神基隆剛好跟 這個 何壽恩教師在一起 他們就一同為著 1925年末了人 有一天 有一個更新奉獻的禱告 對 就在這個禱告中呢 何壽恩教師就禱告出 這個 不要讓這1925年最後一天過去 甚至呢 隔幾天不久 你一定要再見到他 何壽恩教師就說 真稀奇啊 主耶穌怎麼還不回來呢 在我們裡面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可牧 就跟我們說 這30年呢 就是主耶穌快來臨的關鍵時刻 我們裡面有沒有一個禱告 主耶穌啊 我願你來 這該是我們裡面的一個可牧 那看見主的再來 那結果就告訴我們 我們該有一個警醒的態度 現今這個時代是怎麼樣的一個時代呢 在彼得後書一章 那邊呢 彼得就講說 現今乃是一個黑暗的時代 我們要留意 你森嚴者的話 都留意照在暗處的燈 雖然今天是這個成全聚會 最後一次 我們聚在一起 有話語的供應 但是我們也要可牧 森嚴者的話 你們很快就進到暑假了 在暑假裡面 我們是不是該更多的追求 主的來呢 不會是在我們安逸的時刻 甚至約翰他會有這樣的禱告 也是因為主把他帶到這個排島 讓他看見了意下 所以我們在生活裡面 不該滿足於這個安逸的生活 學期一初 我們會被挑望一下 有其初特會 學期中有其中特會 挑望我們 可牧這個被成全 可牧呢 繼續去得著更多的人 但是到了學期末的時候 我們問問我們自己 有沒有這樣子繼續被主挑望的 一個被主焚燒的 被主焚燒的渴望呢 對 這也該用的我們說到 那靈與心腹說 來 對 口渴聽見的人也該說 來 口渴不願意的 也該白白的來取生命的水 對 我們看見主呢 他就是一個乾渴的人 他也等著一般乾渴的人來救進他 那關鍵就在我們身上 今天我們是不是願意出去 繼續的傳福音結果志 你們 我們的生活呢 不該停留在一個安逸的階段 什麼時候安逸呢 什麼時候我們就墮落了 對 其實有一個弟友跟我說過 呃 什麼時候你覺得滿足了 什麼時候你就墮落了 對 像燕竹弟友剛才說到 學期中帶了兩位得救 滿足了嗎 對 我們不該滿足 我們要竭力 我們在這邊呢 要跟主說 主啊 為著你的再來 我願意成為一個警醒的人 對 在傳福音的事上呢 我不願意成為一個安逸的人 對 甚至呢 我們的期末特會 用告訴我們 第一批次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六位 第二批次四十一位 目前的報名結果 也才六十多位 用姊妹 你裡面滿足了嗎 沒有 我們沒有滿足 我們呢 為著主的再來 我們成為一個 忠信精靈的人 對 我們繼續的在校園裡面 邀約我們的同學 看到小鴨 也要這個 邀約他 看見主今天是個干渴的人 他也在得著這個 等著得著這個小鴨 我們就要放膽出去 然後把人邀約回來 你看 丟在這個 分享的時候 我就很握手 有一首詩歌 等到日靜一日 恩主耶穌快回來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來唱一下這首詩歌 再補充本九百三十首 我們唱第一跟第三節就好了 Amen UE 今明同日 今夕预备不少的 节节冷漏 面前新郎风采 当他来临 我们是否真的待 既地纠缠 是否我已无碍 喝的花王 被提醒如他同在 享受婚宴 做他幸福之爱 祝福我们 祝婚相乐不留恋 为主使你 温柔给你同点 到夕我们 奔好再生不困倦 人爱到底 是世界已显现 当初来临 能否被提到他前 能否见他 作息享受婚宴 应当警醒 无一刻松来水殿 应当警醒 无一刻松来水殿 应当警醒 无一刻松来水殿 朝思暮想 违盼 辛劳归玄 这该是我们生活有的态度 这边呢 莫了呢 虽然我们看见了主的再来 但是约翰也提醒我们 最后一句话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一节 我们请就用姊妹一同大声的宣读 愿主耶稣的恩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虽然约翰告诉我们看见主快回来 告诉我们他有一个负担 主耶稣 我愿你快来 实在后面呢 他告诉我们实行的路 我们需要有恩典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就是生命水的河 他的源头就是这个宝座 每天早晨 你是不是跟主说 主啊 我设立你的宝座 让这个生命水的河能够流过我们的 恩典 我们需要享受这样的生命水的河 成为我们的恩典 恩典 在主来临的世上 我们需要可慕景行 有一个中性预备的人 恩 在我们要来临的这个 期末特会 暑假生活 跟主有一个祷告 主啊 我愿意在学校 成为你忠心精明的人 恩 继续的奔赐生命 继续的邀约人来 恩 末了呢 我们有一点祷告 在拍手分享 有些东西内 分享 恩